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2012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 是由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 大家看到中国队出场的是张继科 我们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乒乓球青年队的总教练姚国志 做我们的技术顾问 那今天张继科的对手是中华台北队的黄胜胜 这个选手大家并不是很熟悉 我们首先请邀导介绍一下张继科的特点 张继科是属于技术全面特长突出比较凶狠的打法的运动员 就像大家描述的他是有血性的运动员 特别这两年进步比较快 前不久取得了世界冠军 各种大奖赛他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应该是新秀中的比较优秀的运动员 是未来的希望 张继科是来自青岛的运动员选手 他一直在是鲁能乒乓球运动员的主力 在去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是拿到了市井赛的男子单打的冠军 所以也是在技战术身体素质方面 在中国乒乓球队也是顶尖的选手 目前呢他和王浩是第一次报名的时候是报上了奥运会 那么后边呢马林马龙 还有理论上还有许欣 王立琴 最终要从他们几个里面要产生奥运的阵容 但现在王立琴呢显得好像势头差了一些 那么许欣呢 这相比之下呢也是有一定的机会 所以最终还要看最后的几次大赛 其中包括这次的世界锦标赛 包括这次的亚运会 这两个重要的赛事之后 就将能够基本决定 中国队的到底哪三个运动员代表奥运会 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的比赛 中华台北队今天首先出场的是黄胜胜 那就是这位队员 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是吴志祺 第三个出场的是李志胜 中国队呢首先出场的是张继科 第二个出场的是马林 第三个出场的是王浩 三个出场的出场 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中国队 是日本队队队韩武队 等一会儿呢最后我们给大家 也要介绍一下 日本队和韩武队的最后一盘比赛 一会儿呢最后一会儿呢最后一会儿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 中华台北队 虽然这个像蒋鹏龙 这些老将的退出 或者说是 不作为主力选手 或者说是带动这些年轻的选手 但是可以看到 这些年轻选手的实力 还是不错的 乒乓球比赛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陪练 中国队的优势 就是世界上顶尖的几个运动员 他们可以经常在一块进行训练 这个队提高水平来讲 非常至关重要 而其他队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但是欧洲 日本 韩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也采取了这种 到德国共同集训 或者采取几个队 联合起来一块集训的办法 来解决陪练的问题 而中国队 由于选手比较多 一线运动员也比较多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各种打法和高水准的选手都不缺 再加上还有一些运动员充当陪练 模仿优秀选手 所以这都是在训练方面的一些优势 张立科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以11比7取得胜利 姚国志教练 您对张立科的第一局的表现 能不能点评一下 总体来讲发挥比较正常 就是说对手相对讲比较弱一些 作为年轻运动员来讲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困难的准备 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避免出一些毛病 一旦放松了以后 紧张了以后 再往回找很难 现在我们看到像马龙 北京队的马龙 他是安山人 许新来自上海 曹阳华平方球学校 他也是大洲海润平方球俱乐部的一个成员 所以这些年轻的小将 都将是中国平方球队今后的核心的运动员 张立科可以说是 这个年轻运动员的一个代表 张立科作为来自青岛的一名小伙 可以说在青岛有很多的球迷 不久前我也访问了青岛市体育局 体育局的彭局长也说 张立科为我们青岛赢得了荣誉 我们青岛也有计划 希望继续有目标的去培养一些年轻的运动员 张立科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大 球的就像人们感觉一样 它的耗比较大 基球力量大身体素质好 按刘国梁的话说 在这个性格上 刘国梁说他是一个藏骚 有血性 好的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黄胜胜啊 也是不简单的 说明这个中华台北现在年轻一代的选手 也是有一些不错的运动员 你像这个左手横抹球板 它这个基本功啊 基本架子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发球发的质量很高 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呢 是进行一个半决赛 然后韩国队和日本队来进行一个半决赛 那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个澳门啊 对乒乓球的这个热情还是不错的 这也是澳门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格最高的一个赛事 练习 Bijal 我怎么说 我们该说 这就是 中国人的一番道理 这就是 一番道理 我都应该说 对于我们的一番道理 张继科在拼超联赛上 可以说是为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立了汉马功劳 鲁能乒乓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孙健 就特别介绍 说张继科平时虽然是一个大腕 但是回到队里以后 就像普通的运动员一样 能够遵守队里的一些纪律 带动年轻的选手 做了很好的榜样 刘国梁教练也非常器重张继科 认为他在关键的时候 敢于出手在关键的时候 能够用挑中弹 像黄胜胜啊 包括他后边的这个吴志祺 李志胜啊 这些选手 可以说他们基本技术动作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说呢 他们没有像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这样啊 有这么好的条件啊 这么多高水平的运动感 但是他们的幸运是什么 就是他们 有机会啊 这个参加很多世界大赛 这是他们的 有利的条件 如果像这种水平啊 在中国国家队的话 那可能很少参加比赛 就没有机会了 这种水平的水平 谢谢大家 张继克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选手 但是和中华台北的选手黄胜胜比分却打到9比9 这说明中华台北运动员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逆旋转 9比10 这样中华台北的选手黄胜胜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取得了胜利 双方打成了一平 中华台北对过去的蒋鹏龙大家可能印象非常轻 他也是当时世界上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 我们请姚国志教练点评一下在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这局球呢 这个张继克呢 这个应该说打得很不理想 这个作为水平差距比较大的 这个他打成这样的 我认为就是一 他这个还需要在今后的大小比赛中不断的磨练 珍惜每一场比赛 积累比赛经验 这场球都看起来当中的 显然是思想不是特别集中 战术不是特别清晰 就是显得比较乱 这样双方将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根据比赛呢 这场半决赛的第二场是中国选手马林 对中华台北的吴志祺 第三盘是中国选手王浩 对中华台北选手李志胜 这些运动员呢 我们都不是非常熟悉 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还给大家要介绍一下 另外的男子团体的一场半决赛 就是中日本队对韩国队 张力科这个逆旋转 就发球的时候手腕外撇 而不是内收 这个球呢是应该说没有几年 发出来没有几年 但这个球 这个逆旋转 能够使上劲发的很转 这一点张力科做的比较突出 这一点张力科做的比较突出 那一般的来讲呢 这个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运动员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这个 不是特别重视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也只是下意识 并不是说真的不重视 就是说可能在下意识中 他就没有太重视 但是尽管如此 能像张力科这样的水平 这个中华台北选手黄胜胜 能够在第二局比赛里赢一局 我觉得这个中华台北这个 今后的潜力还是应该比较大的 基本上我看不亚于 当时蒋鹏龙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个水平 那这些选手是很有潜力的 你感觉这个黄胜胜的这个技术 技术情况 长处弱处 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一个是发球相当不错 就是特别正手车身位的这个 发车上车下到对方的正手偏中间的位置 有一定的质量 第二呢 打起回合以后呢 他应该说还有一定的实力 正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台北 中华台北的队员 他们整体的架构还是不错的 就是训练水平稍微差一点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球的质量 还是欠缺一些 现在第二局又打到7比7 现在第二局又打到7比7 第三局又到了7比7 这个确实可以看到这个黄胜胜的实力 确实还是真是不错 那我们有时候总觉得好像中国队比别人高一截子 实际你看这个具体比赛的时候 你说像中华台北这样名不见经传的这样运动员 跟张力科打起来都似乎好像优势不明显 当然还是有差距 但是不明显 所以你想要像波尔这样的真在大赛上相见 你说你能顺利的拿他 这个确实也是不敢这么说的 所以说我们的优势确实是有 但是随着乒乓球的发展 这个偶然性越来越大 心理压力大的时候 心理影响对这个技术的影响 又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所以即使比人家每局高个两三分 都没有完全的把握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出的两难 观众要求你是必须要赢 因为是国球 因为你们是应该拿冠军 但事实上呢 就是看了具体比赛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并没有这个把握 这样11比8张立科取得了这局的胜利 我们请姚吾志教练点评一下这一局 对手不管强弱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特别是困难的准备 另外呢就是说 在比赛中 一定要全力以赴 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 从这场比赛来看呢 就是说 张继科呢 整个人我觉得呢 不是全身贯注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努力 另外呢就是 从战术准备上来讲 不是很充分 所以呢打起比赛了以后呢 这个显得战术不是很清楚 运用起来不是很流畅 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 姚吾志教练也是批评了 这个张继科的这个场上的一个状态 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 你只有平时训练 不管什么样的对手 你能够始终如一的 能够做到这种美球必争 这样你才能养成这样好的习惯 平凡球队有个传统 就是说对弱的 就是说纸老虎 要把他当真老虎打 也就是说要战术上 充分的重视他 做好充分的饲养准备 反过来讲 对强的 就像毛泽西说的 要把他当做纸老虎 战略上藐视他 战术上重视他 拼他 拨他 好的 看到刚才黄胜胜发球 也是照着张立科的发球来 采取了这种逆旋转的发法 现在场上比分4比1 这是双方第一场的比赛 第二场的比赛 中国选手将是马林出场 他的对手是吴志祺 第三盘将是中国选手王浩出场 他的对手是李志胜 中国队如果顺利战胜中华台北队之后 他的对手将是韩国和日本的胜者 结果日本队是战胜了韩国队 所以中国队将和日本队进行男子团体的决赛 在女子团体决赛中 中国队是顺利的战胜了新加坡队 但是中国队的整个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石头浩教练一上来是派出了经验老到年龄最大的郭燕 他首先来碰冯天威 结果郭燕不负众望 先拿下了第一盘 那么在第二盘的时候 中国队是大胆使用了郭燕 给郭燕排到第一主力的位置 就打第二场和第四场 郭燕也不负众望 在第二盘的比赛中是战胜了李嘉威 结果在第三盘的时候 是中国选手刘诗文却意外 或者说是我们感觉比较震惊吧 就是输给了于梦宇 但是看比赛的时候 我们发现于梦宇确实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选手 他在前面的比赛中是战胜了日本的石川家纯 就在半局赛中 所以这也确实是一个有潜力的运动员 那么这样中国队是2比1领先 那么在第四盘的时候又是郭燕出场 郭燕碰到了冯天威 结果郭燕也是经过了艰苦的努力 最终是战胜了冯天威 中国队3比1战胜新加坡队获得了亚洲锦标赛 女子团体的冠军 也是在两年前以1比3赋于新加坡 驱居亚军之后 第三次在国际大赛中战胜新加坡队 但真正的要拿回世界冠军 还是要看3月25号到4月1号的 德国多特蒙德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因为我们是在两年前的世锦赛上丢的冠军 所以只有在世锦赛上拿回冠军 那才就报了一箭之仇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中 能够取得好成绩 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郭燕 郭燕在这次比赛中拿2分 很多人都认为郭燕的打法很有特点 希望他能够入选奥运 但是在这方面呢 郭燕究竟能不能入选奥运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请姚克志教练给大家回答一下 现在呢 通过今天的比赛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仅仅是开始 因为后面还有单向比赛 另外呢 还有后面的世界比赛 通过这些大小比赛的锻炼和磨炼 最后开始表现得更好 可以这么说 就是郭燕今天开了个好投 为自己的今后创造了一些机会 和奠定了一些基础 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 第一盘已经接近美声 但是张继和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 是输给了中华台北队的黄胜胜 这应该说 就是刚才姚克志教练也点评了 就认为呢 准备的不够充分 这个对一个 期望能够拿奥运冠军的高标准的选手来讲 这个是不够的 还应该严格的要求自己 反拉成功 由于奥运会的比赛 所以中国平方球超级联赛 将推迟到 这个大概在 8月份以后 就是8月份 应该在8月份 以后来进行 这个中国平朝联赛 所以这跟以往呢 5月份开赛就完成不一样了 这主要是奥运会的原因 届时呢 将有只有8个 中国平朝联赛的队伍 那么张继克作为鲁能 这个中间装备的主力选手 为鲁能队取得成绩啊 可以说立了汉马功了 根据 中国平朝联赛的一些规则 也可以引用外援 所以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 世界乒乓球的一个 大的联赛 就是中外著名运动员 都会出现在赛场 这样张继克呢 就战胜了黄胜胜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也感觉到 中华台北队的实力 和今后的希望 我们请姚国志教练点评 这项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中华台北队过去呢 曾经辉煌过 有蒋鹏龙和庄志员 这样的优秀运动员 现在看起来呢 后边呢还是有 有些人才 通过今后的各种比赛的磨练 应该说 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另外呢 说一下这个张继克 张继克呢 是作为一个年轻的 优秀的运动员 或者是说超一流的运动员 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解决和总结的 比如说对这个 中华台北队这场比赛 我觉得它发挥的 并不是特别好 就像咱们前面总结的 一个呢 是准备不是特别充分 战术不是特别明确 拼劲和咬劲 也需要再提高一步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 2012年亚洲 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 刚才在第一盘的比赛中 张继克是战胜了黄胜一 但是呢 他输了一局 刚才姚国志先生 也特别点评 就是张继克呢 希望他能够 更加严格的要求 自己锤炼自己的各种能力 那么接下来是马林 对吴志祺 我们请姚国志教练 点评一下马林的基本情况 作为老运人 马林的很多精神 我是非常非常欣赏的 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每分必争 在场上能努力拼搏的精神 第二个就是 抠得特别细 抓得特别紧 非常有韧劲 非常难缠的这种精神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特别是11分 这个抓紧每一分 抠紧每一分 非常重要 好 现在我们先看比赛 今天呢 这场比赛可以说比赛的比分没有悬念 就是马林肯定能够取胜 这个中国队肯定基本是3比0胜 这个都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 看一看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我们中国运动员 这几个运动员目前的现状怎么样 通过了集训以后 他们的状态如何 都是 席 那武指祺呢和前面的刚才的这个黄胜胜 还有后面出场将和王浩比赛的李志胜相比 好像我印象中的这个吴志琪是打过一些赛事 这次比赛是在中国澳门东亚体育馆进行 也是澳门市举办的一个规格比较高的赛事 这对澳门的很多观众来讲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还有一些包括广东啊珠海啊就离得比较近的 还有的专门跑到澳门去观看比赛 连旅游度假 正像这个马林赛前自己说的 我现在的任务是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马林做到了 虽然对手比较弱 但是你看马林在场上一个是拼质比较足 精神比较专注 认真打好每一分球 所以运动员比赛呢要扬长臂短 马林的长啊就是前三板 发球接发球 发球抢供 大家看就这几下 但是呢你想过的这三下很难 像吴志祺呢好像从身体状态来讲是不是显得胖了一点 要在中国国家队好像没有这样的选手 你看他上这有点像举重运动员 那这个呢在中国国家队的话 如果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采取一些训练的方法 那是肯定的 一个是叫他要减肥 一个是加大运动量 像我们过去通常的做法就是叫做跑长跑 啊这次呢中国男队是在深圳训练啊据说呢也是啊国家体育总局呢和啊这个美国AP的这个体能体能团队啊进行了一个合作 所以这次你专门有美国人来负责 我们的体能训练啊 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就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啊明显提高 这样对技术运动的发挥 那起了个好作用 另外一个呢就高强度训练中的防止伤病啊 在这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那听队员和教练的反应啊觉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应该说也是基世界体育之常啊把别人的优势集中过来来帮助我们为我所用 那这是马林的特点啊死缠 又一个白喽 你看这个球感非常好啊能控制住 攒拉 这个又削一板 漂亮 这个一个好的作风啊 他不是一时一时就能做到的 他要长期培养 严格要求自己养成的这种好的作风和习惯 马林就做到这一点 你看他对这个对手比较弱 但是他仍然是拼劲十足 扣得比较紧 人很兴奋你看 那这个瑶士导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小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 因为有的是说平时啊不拼到关键时候说我去拼去 那你没有这个基础 所以必须要平时养成习惯 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做到 那中国队呢和中华台北队啊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呢这个悬念不大 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半决赛呢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 中华台北队目前的现状同时呢也看一看我们经过了封闭训练之后啊 中国男队在深圳训练之后那么他们有哪些变化目前每个运动员的状态如何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 啊起码我们看到了马林啊现在状态不错啊可以说是老当益状啊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男子单打冠军是否能够出现在2012年的赛场 我想可能这个全世界的观众都是期待他出现的啊因为他毕竟是上一届的冠军 漂亮 1比6 你看这个前三板啊控制的好自己发球可以抢攻对方发球基本上进攻不了还是他抢攻 非常主动 发鼻 啊这就反映出中国队的水平来了 啊你看马林那个发球就在出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啊 非常用力啊这说明放松放得好 突然一紧张啊就产生了爆发 哦激发球直接抢中 这样10比1了 其实输和赢在体育比赛中都是无法控制的啊但是呢这种精神状态啊确实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么接着11比1我们请姚古志教练点评一下马林的这局球 不管对手强强弱都是一直的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打好每一场球这是优秀运员必备的素质希望更多的年轻运员向马林学习学习马林的这种精神 所以有一些可以说是长者吧在激励青少年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 就说呢你们去努力就要求你们不留遗憾就最后没有达到目标说我付出了我努力了啊没有成功 我认为我没有任何遗憾啊这个其实也是一样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并不一定你非得赢 因为输赢的因素太多了但是呢你是否保持了一种精神 我记得这个当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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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马龙所在的吧就是智商银行乒乓球俱乐部啊当时呢他这个呃 嗯这商银行的一个拱行长就说说赢输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能不能打出这种状态 是吧如果个个都是美球必争生龙活虎我们企业的精神就出来了啊并不是说要求你非得赢但是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你球也输了可是呢点儿郎当啊这样的话呢企业花了钱支持半天我们觉得没有这个价值啊这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记得一个在过去报道的一个铁人三项赛的里边有个亚军他说的话我就非常感动啊他说呢为了冠军我一年365天我只休息了两天 说难道在夺得冠军的路上我不知道我还该做些什么 那么这话的背后就是说难道我休息一天就能拿吗难道我一天都不休息就能拿吗 所以我觉得他就做到了没有留遗憾啊他拿不到拿不到他已经付出了他不给自己留遗憾 如果说你天天不好好练或者你中途又因为一个什么事那么你没拿那你会遗憾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每一个人应该不留遗憾啊这就是一种好的态度 翻过来你有了这样的态度我相信多半就会拿了 马琳在前两局是2比0领先这是第三局 马琳就是这个美球必争的反应出来了啊够着够不着我都要够 可以看出来中华台北的选手啊在手上的这个准确性上啊基本技术动作上啊 甚至包括他这个身体条件上啊还是跟中国队差距比较大的 老大你感觉我们分析一下现在分析一下世界乒乓球紧交赛啊 在这个在这个德国的多特蒙德啊那时候我们的主要对手可能是德国 是吧还有一些包括日本啊韩国可能也有一些威胁 那你觉得我们要做这个准备的话应该从哪方面准备 呃一个是充分的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把心理调整好 第二个呢就是战术准备要充分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特别是未来的主要对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几国家 诸各分析诸各制定出有效的战术在训练中按照套路去练习 呃找一些优秀年去模模模模仿未来的这个强劲的对手 这样呢就是在在整个的训练和比赛中啊有针对性 比赛中才能打得非常流畅 啊现在尝尝比分6比3 啊你看马林啊作为啊这个一个老选手啊另外做一个特长非常突出的选手啊大家可以看到他呢呃跟这个运动员胡志祺的一样 差别呢就显得比较大啊刚才是11比1差10分那为什么我这里觉得呢就是有特长的运动员在队内比赛中相对是吃亏的啊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特长和他们太熟了所以你的特长并不成其为特长而翻过来人家的相识特长这是你的弱点啊等于实际上你的特长呢被熟悉所代替了但是一到了国外就不一样了我记得那时候就严森啊 跟这个瓦尔德内尔当时比赛发五个球吃四个啊差一点最后颜森那次是世界紧標赛打第三嘛啊但是跟瓦尔德内尔真是发五个吃四就没见过那么吃球瓦尔德内尔的揭发球多好啊这就说明啊像颜森可是他呢颜森那个发球呢在对内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因为太熟了所以对于我们的运动员啊就是在选拔的时候非常注重于对国外运动员的成绩就是对外城作战能力这边马林是占优势的 但是中华台北的运动员吴志祺啊包括前面的这个黄胜胜啊应该说他们都把这次做成了很好的练习机会每球必争啊一个一个认真的 这样马林就以11比6又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从而以3比0啊战胜了无胜胜中国队目前是2比0领先我们请姚古智教练点评一下马林 呃前面我已经多次说过马林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认真对待每一场球不管对手好和坏 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处理好每一分球 那么现在像吴志祺啊他这个水平在呃中国国家队能不能相当于青年队水平 呃在青年队他也不是最好的青年队的中等水平 啊观众朋友现在第三盘的比赛开始了 啊就是中国选手王浩啊对中华台北选的台北队的李志胜啊 啊李志胜也是一个左手红瓦球板 啊王浩呢也是中国队啊这个实力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员 呃要过去教练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王浩 你再看看是什么 呃王浩呢是属于凶狠的打法啊特长突出呃技术还比较全面呃他的特点呃这个呃正说有杀伤力 反手横打是掌握得非常好的一个也可以说掌握最好的一个运动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姚二岛讲到了 王浩是指板横打的第一人 另外这个队员的力量比较大 身体素质也比较好 尤其是脚底下站得很稳 你看他打球的时候脚下升跟 相持能力也非常强 指板横打呢 原来最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说 不仅要能够打下旋球 还要能够打上旋球 现在呢基本上可以对拉 而且对拉很自如 甚至比横板也不弱 今天王浩呢是打第三场 打第三阻力 好的 现在乒乓球啊 要想能够翻身 必须要从青少年抓起 因为你现在的现有的运动员 又想提高比较困难 就像我们的足球一样 还要从娃娃抓起 中国平凡球队长盛不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就是梯队的建设 我们中国呢有八大杯的比赛 基本就是业余体校 青少年运动员 小的呢七八岁 大的呢十一二岁 他们呢就有机会 参加各种全国性的比赛 给他们提供了平台 同时呢每年还搞两次集训 就是把一些有希望的好苗子 集中在一起进行培养 也算是定向培养 这样呢就保证我们的这个后背力量 比较充足 不至于断打 王浩呢作为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有代表性的运动员 可以说他对世界乒乓球技术的贡献 是非常突出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使用了 不推挡而完全直板横打 又在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 用实践证明了这种打法是可行的 这个贡献呢是有目共睹 另外王浩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直保持着这个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现在虽然是像张力科像马龙不断的涌现出来 但是呢仍然能够在这个第一团队中保持一个相对的这个领先 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刚才姚克志教练特别讲到了 就是中国队的T队建设 包括目前的国家队建设 你可以看到 马林 三十多 王浩 接下来是王浩 这个年龄段 然后呢除了王浩以后你再往后看 就是许新张继科马龙这一批 后面的延安 是吧又是一波年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T队建设就非常好 没有断档 不像那个韩国队 其实韩国队日本队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11比9 这个比分也是非常的接近 可见呢 这个 这些运动员如果像 尔岛这个的看法 就是说 他们的年龄也是青年 又能够在中国青年队中打中等水平 那这个东西还是 就这一点来讲还是不简单的 而且他们比我们的青年队的队员 可能锻炼机会要多得多 我们的队员没有机会 和马林安王浩在大赛中相遇 we we 这个球没有拉到 前一段见到了这个正在制定的装子洞 作为他来讲呢 谈到了中国平凡球的发展 他也非常的关注 他特别强调了就是要运动员打球 要打出精神面貌来 他说那个时候在打球的时候 他们说周总理很强调的就是这种精神 要打出精神面貌 包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实际上就是要体现一种 这个在国际比赛上代表中国人的风采 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的领域人员需要加强的 尤尔导那时候好像 我听说中央领导经常到乒乓球队去是吧 那个时候呢 贺老总 贺龙元帅 陈毅元帅 周总理 他们经常到乒乓球队去视察 去看望运动员 甚至呢 帮助我们的运动员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周总理 贺老总 陈毅 他们呢这个特批我们国家乒乓球队给特供 就是当时的我们的这个伙食待遇 超过中央首长 可以这么说 就是中央首长是控制肉食的 给我们呢 当时是基本敞开的 所以保证我们这个大强度的训练 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情况下 最后在二十六届里边 我们取得了三项世界冠军 扬了郭威 振奋了民族精神 确实你们也是不负众望 要是到你作为这一百零八将里头的一将吧 那个时候我记得集训的时候一百零八将嘛 是吧 那现在呢 这个 这一百零八将大概还有多少 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 大概离开我们的已经有近二十个人了 还剩下八十多个 不到九十个 因为当时的那个集训的时候 年龄跨度比较大 像我们当时年龄比较小的是十六岁 十五岁 年龄大的三十多岁 在这里呢 我们也特别对中国乒乓球队这些老将们啊 表示崇敬 感谢他们为今天中国乒乓球 在世界上领先 所做出的基础和努力 现在八比六 擦边了 你看这个时候打得不错 就像 这牙刀讲的啊 这半推 半搓 胎子立起来 而且带撇 现在场上比分九比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漂亮 机会 王浩的球的力量很大 我们看到了在第一盘的比赛里面 中国选手张立科就输给了黄胜胜一局 取得了胜利 那么现在中国选手王浩在第一局中 也是输给了李志胜 这个确实呢 一个说明中华台北队的实力 还是比较强 年轻选手成长得比较快 而另一个呢 我觉得还是可能确实重视不是很够 当时我记得挺清楚 就是采访邓雅萍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有一种什么呢 就是不轻易的输一局球 其实这个呢 从这个比赛的道理上来讲 其实挺深刻的 因为比如说王浩输了一局球 输给他了 那么另外一个队员呢 可能也赢过他 那就会想 他能赢他一局 我怎么就不能赢了 就是一层窗户指给捅破了 实际是一种权威性给打破了 他觉得我可以 当这个时候 那么他这个球就会 他自信就会上 如果根本不让你们都赢 那么你们永远就觉得赢不了我 那你上去的时候 你本身就打折扣了 廖老 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你说的非常正确 邓雅萍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我对弱的 我也一直压他 我能赢 能二十比一 零赢他 我也不要叫他一 就是往 往狠地打 这样呢 就在世界上一直压着对方 叫他永远翻不过身来 如果是说你放他一次两次的 他这层窗子一捅破 他从心里上不怕你了 他就长了几分 漂亮 你看王浩的球打出来 非常的漂亮 而且王浩的特点就是脚底生根 在这方面可能做得最好 你可以看到他打球都是脚底站得很稳 而且身体素质也非常好 漂亮 你看这个纸板横拉 这个技术确实是比较过硬 这个你看这个王浩这一局呢 打得就比较清楚 战术运用的比较合理 实际上 我们对一些打法 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战术和套路 你比如说我对两边拉的 我要从中间找机会 我对正手差的 要掉正手压翻手 这都是属于套路 然后呢 再做细的微调 这样呢 你就不至于乱了 哦 这个球跟进得非常好 漂亮 这个球的质量非常高 而且呢 像王浩这种打法 基本上他们见不到 即使见到有能够直板横拉的 但实际上也没有王浩这个质量 因此呢 就适应性这方面 就吃了很大的亏 而我们呢 就是别人有的打法 我们有别人没有的 我们也有 像王浩就是这种类型 要是导你觉得 现在在乒乓球技术的 发展趋势上 你有什么看法 还是基本上 原来的这种方式 发展方向 就是特长突出 技术全面 没有明显的漏洞 现在我呢 再加上几句 就是说 向高精尖的技术发展 漂亮 现在王浩的发球啊 它有一些微微的变化 就是等于是钩 钩子发球 就是逆旋转 它这钩子发球的过程中呢 它是好像是向侧来的 实际有侧上和侧下 这个旋转轴稍微发生一点变化 这个旋转就变了 所以这个要求运动员呢 要在判断的时候 首先要看它出球一瞬间的 用力方向 用力大小 然后还要看球的这个运行弧线 最后来决定 它是个什么球 漂亮 好的 你看这种球呢 可能就不像横板握着这么方便 它因为直板举高就不太容易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这场比赛呢 是在澳门举行的 这场半决赛呢 中国队应该取胜没有问题 那么他们的对手将是跟韩国队和 日本队的胜者 结果日本队呢 是战胜了韩国队 所以呢 决赛是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 漂亮 所以看到这个老将啊 王浩马林状态都是比较正常的 有一段呢 就是王浩呢 他是虽然处于低谷 或者说身体有些伤 但是呢 并没有影响大局 而马林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 有一段的疏求疏得比较多 人们也担心 但是现在看来呢 也是比较正常 所以呢 这个到底是张继科 马林 王浩 马龙 这四个呢 是入选奥运会最有可能的 当然许新 王立琴在后边跟着 只能三个人 所以这个对教练人的选择 是非常残酷的 对别的国家来讲 可能呢 面临的是 不够 是想找一个高水平的 那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要忍痛割爱 其实中国队呢 水平高 我呢到国外采访 我都有一感觉 我觉得不仅仅是训练条件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教练水平 我们比别人高 就认识乒乓球的规律 认识的比较深 尤尔导 您是怎么怎么感觉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因为我也经常到国外去看一看 特别是先退休以后 去走一走 看到其他国家 这个教练员的这个水平 确实是没有我们那么高 他们呢只是笼统地说一下 比如说你这个动作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有些球的 基球的原理 有些球的组合 细微的东西 他们有的人说不出来 甚至他们在乒乓球术语上 有些细微的调整的术语 他们都表达不出来 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有些地方呢 他可能投入也不够 不像对这个足球啊 对篮球那么重视 现在长生比分9比6 王浩发球 拉起来 你看他这个质量很高 一个王浩 一个张继科 上手的时候都是质量比较高 当然包括马龙 都是重 比较重的 这个特点比较明显 比别人好像力量都要大一点 场上比分是7比10 刚才在第一盘比赛里 张继科 就输给了黄胜胜一局 现在第三盘是王浩 又输给了李志胜一局 这样王浩就以11比8 取得了胜利 战胜了李志胜 这样中国队就以3比0 取得了胜利 我们祝贺中国队能够进入决赛 他们将和日本队进行最后决赛的争夺 现在我们请姚克志教练对整场比赛进行一个点评 因为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中国对中华台北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下 特别是年轻音乐员 有些球处理的不是很理想 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我认为不管大事小事 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好 感谢姚克志教练的点评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稍后我们请大家收看 另外一场半决赛 就是日本队对韩国